主席 这个女儿在迎宾馆 骂特首 这个女儿在哪儿呢 这个女儿不见人 工联会 拍照镜头 全部人去了哪儿 那些建制派 尤其是那个女儿去了哪儿 去了迎宾馆 是不是去迎宾馆 不知道 迎宾馆在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 香港有这样的地方 但是这个女儿我想跟你说就是 工联会敢说 就敢认 做得出不怕认 事无不可对人言 你可以用粗口骂特首的 你够胆你来这里 骂特首 虽然这个意思听不可以用粗口 你可以用其他语言 但是你够胆骂特首的 关门够胆骂特首 你就在香港市民前面 在来到这个意思听 堂堂正正对着张建宗 或者下次林郑来的时候 你对着他骂他 你不要在那儿关门 在那儿激昂地骂特首 我不管你是女儿还是其他人 你 告诉我 你够不够胆 第三 开门见山 在香港人面前 说出自己的心声 说出自己的愤怒 说出自己对这个 政府是有多不信任 我郭榮鏗 有一个议案 排在这个议事厅 就是要对这个 第五届政府 投一个不信任票 你够不够胆投 其实最应该投的是你们 建制派 他令到你们揽炒 他令到你们炒车 他令到你们下街的时候 没有面子见香港人 最应该投不信任 动议支持我这个动议 的话是应该是你们的人 不过你们不见了人 会儿又不敢开 上次又说特意走出去 今天又要提这个休会辩论 你们不敢开 不敢面对现实 不敢面对香港人 真是惨 其实我觉得你们做建制派 真是很惨 即工联会 大家知道了 不再说那个女儿了 叶刘淑仪議員 你去哪儿 叶刘淑仪 你出来 见香港人 新闻党 出来 叶刘淑仪 6月3日说什么 他说 香港人 对这个逃犯条例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害怕 不知道这个恐惧在哪儿 是不是怕自己的老婆 或者老公 去内地 不知道搞什么 怕自己的老公 去包而拉 所以就很怕人移交 我想问叶刘淑仪 你是不是个人真的很无外 你个人平时的生活 是不是很孤独 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话 你是不是不明白 香港人不明白到这些地步 是不是你那个 你个小孩 拿着一张纸 或者不是会议 然后一张纸 阻着胡志偉的视线 那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了 说人家怕包而拉 所以反对逃犯条例 那就很了解民情了 我不知道 我这些功能组别 我怎么会懂民情 你这些直选的 是不是应该更加了解人情 六月三号你说香港人 怕逃犯条例 是因为那些人怕包而拉 六月九号 大游行 一百万人上街 新闻党立即发声明 说继续支持逃犯条例 六月十二号恢复异毒 这个记录在岸 大家不会忘记新闻党 不会忘记叶楼属而里 接着好了 六月十六号 在这个TVB的新闻节目那里 说什么 我觉得特首应该向市民道歉 应该是对于这个 引起这么多市民担心 这么多商界担心 应该是股市又动荡的时候 林郑月娥应该道歉 接着又重申了 之后在另一个访问 令到香港元气大伤 林郑月娥应该道歉 阿叶劉淑仪議員 我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你很想选特首 大家都知道 你是很看不顺眼 就想动这个林郑月娥 七七七下台 大家知道的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个叶劉淑仪 特首不是敢选的 特首也不是敢做的 你想做特首 你叶劉淑仪 你叶劉淑仪 这一次看到叶劉淑仪 那种人格的卑劣 那种这样的 深空的狹窄 那种这样的 怎样兜回头 立刻说 不关我的事 虽然当时叶劉淑仪 是支持 这个逃犯条例 大力推这个政府 比李家超还急 马上要上这个义毒 又说 接着 市民就因为怕自己的老公 去包而赖 好了 6月10日就出来说 不关我事 道歉那个应该是特首 道歉那个应该是特首 哇 叶劉淑仪 你那种人品的低劣 你不用指望 将来民主派借票去提名你 你省一点叶劉淑仪 你想做特首 你发梦叶劉淑仪 你今次是被香港人看尽你 那种人格是多么卑劣 梁美芬这个人不得不提 5月27日 我们这个立法会 宴请这个领事 各国领事 叶劉淑仪说 这个梁美芬说什么 在吃饭的途中 我看到他们的眼神 从他们的面孔 我觉得这些外国的领事 是非常支持这个逃犯条例的 从人家的眼神看到 接着有很多市民 4月26日就说 梁美芬说 有很多市民是很欢迎的 感受到这个欢喜 就是觉得这个逃犯条例 是保障到香港人 接着 6月16日之后 梁美芬又大转态 说什么 他说政府应该暂缓的 应该回应市民的诉求 还说在6月25日 这个千禧年代的节目 他说已经多次向特首 反映条例的意见 不过不获回复 原来是这样的 梁美芬 原来做奴隶是做到这样的 就是说我奴隶 就跟这个主子说 我认为有些问题 提出了很多意见 不过没有人回复 主子没有空回复我 主子没有空回复我 有几个原因 不会是主子不明白 因为主子一定比我更加厉害 主子不回复我 就肯定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都要继续盲撑 这个逃犯条例 虽然你提出了这么厉害 提出了很多问题 很多意见 但是特首不理你 中联办不理你 你就说 这个当然是政府 肯定是想过 他不回复我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 就是现在知道 原来梁美芬之流 这些这样的 经民联 这些建制派 原来就是这样的 原来他就是说 啊 静静地提出一些问题 静静地提出一些意见 给政府 政府不回复他 那就算了 政府都要继续撑他易毒的了 这些事情 大家要看在眼里 看到这帮建制派的奴才 这帮奴才是怎样的心理状态 是做人的 不知道仍然 说不说上一个人 大家千万不要不记得 在今次逃犯条例 的始作俑者是谁 民建联 剩下一个民建联的人 民建联的人在哪里 李慧琼去哪里 周浩鼎去哪里 周浩鼎去哪里 当日2月13日 开记者招待会 在那里抓住 这个台湾的 杀人案的 所谓一个藉口 梁美芬議員 主席推程问题 刚才郭榮鏗議員 是用奴隶 而会称 worth 梁美芬議員 主席 應徵就是奴才 就算我有用奴隸或者奴才這個字 主席我都不會收回 因為我覺得形容梁美芬這些人 是益了他 會議再暫停 謝謝 剛才我停了會去聽一些帶 我認為有任何議員指另一議員為奴才 都是具冒犯性和侮辱性 剛才郭榮鏗議員更直接指梁美芬議員是奴才和奴隸 我認為這兩個言詞均具冒犯性和侮辱性 如果郭榮鏗議員不收回有關的言詞 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會命令你立即退席 郭榮鏗議員你是否會收回有關的言詞 主席 容許我用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的一句名言 他說 Some people are slaves because they have not learned to pronounce one word No Let that not be the epithe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用奴才或者奴隸去形容這些人 是便宜了他 所以主席我是不會收回 也都不會撤回 也都不會暫緩 也都不會暫緩 也都我說了的話 不會這個會期之後自然失效 所以我用奴隸或者奴才去形容這些人 絕對是便宜了他們 既然郭榮鏗你不收回 我命令你立即退席 主席 我重新說一次 就是用奴隸或者奴隸 馬上離開會議廳 請議員不要用冒犯性的語言 正確 會議員 不願意 就言 你整個機場 有奴隸 坐在一起 都是免洗 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要修裔 吃 吃 吃 打我 會議再暫停 你怎麼會議? 怎麼會議? 怎麼會議? 打開 阿Charles 誰的 誰來的? 阿Charles 誰的 阿Charles 沒有阿波 他在拍攝一下 阿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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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一下現在立法會現場的情況 歡迎收看《立場新聞》的直播 現在我們在立法會的會議廳外面 剛剛就是在辯論 建制派提出的休會動議 而這期間法律界的議員郭榮鏗 就形容建制派是奴才 經民團的梁美芬就不滿認為是侮辱 要求他收回 現在郭榮鏗出來交代請服 剛剛大家都看到議事聽所發生的事 我再詳細一下 我對這些建制派賣榜的 就是議員 我認為用奴隸 或者奴才的人 去形容這些人 簡直是便宜了他們 我找不到 也都想不到 或者我自己的中文能力是有限的 我想不到一個很好的形容字去形容他們 剛才我在直上也有一個解釋 為什麼我用這個字 我借用 Christian church at 邱吉爾的一句名言 他說 Some people are slaves Because they have not learned to pronounce one word No Let that not be the epithe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上 有些人不懂得 懂得去說說不 不懂得 say no 好像這些這樣的建制派議員 明明心裏面都知道 這條逃犯條例是對香港所造成的傷害 是會幾大 是會對香港人的安全造成幾大的影響 但是他們不是 明知道 這條逃犯條例是幾差 他們都照去支持 不敢say no 為什麼 因為中聯辦叫他們 你不准say no 這些不是才奴隸 就是Winston Churchill所說的 Some people are slaves Because they have not learned to pronounce one word No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議會 現在香港的政治情況 大家要看清楚這一班人的嘴唸 你要看清楚這一班人 跟奴隸是沒有分別的 我就說了 我覺得用這個字去形容這一班人 是最貼切不過的 你會不會用這個字嗎 我認為可以 你為什麼看梁美芬 會說我自己是中國人 這個跟他是不是中國人都無關 我都是中國人 不過我看不過眼就是 現在香港有些中國人 好像梁美芬那樣 是願意什麼都做 明知那樣東西是差的 害香港人的 都不敢去say no 那這些人 你說 用什麼字去形容他們 現在會裡面的程度是怎樣 Minions or slaves I actually like offensive words I think in the context that we use the word as I said quoting from the phrase used by Winston Churchill He said that some people are slaves because they have not learned to pronounce one word No 這些什麼人 我覺得用這個字去形容他們 是最適合的 現在會裡面是什麼情況 其實梁君彥有沒有幫你出來 我相信我民主派的兄弟姐妹 會繼續在香港人面前 展露這一幫人的勞性 展露這一幫人 建制派 是完全罔顧香港人的安全 罔顧香港人的利益 這一幫人跟奴隸是沒有分別的 Any reason why you're not withdrawing the word Sorry Any reason why you're not taking back your word I'm not taking back my word because as the member of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I'm using this platform to use a word which I think best describe these people who are sitting in there pretending to be honorable members of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yet they are like slaves beholden to their political master beholden to their political master We all know who they are and we all know why these people are beholden to them they are like slaves I cannot find a better word to describe these people for 中文 勞弟為奴才 I don't know which one is better but in my best of judgement I think if I take back that word I would be acting dishonestly to my heart and my conscious That I would not allow OK Thank you that rex w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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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hex they hex hey hex 用文明的方式討論出來 我們議員之間有不同的政見 我們是很尊重的 不過用一些人身攻擊 甚至說完馬上說沒有說過 要看歹才承認 然後又再重複幾次 被主席要趕出去 我認為這些的痕跡 是我們立法會議員 是不應該有的標準 我們聽到有人違反議事規則 用冒犯的議員 無論是針對一個人 或者一批人 我們是有責任去指出 很可惜 講的議員 自己這頭講完 那頭都說沒有講過 我不知道他中文差 還是他是失憶 不過我想說 他被人說出去 是絕對符合社會的期望 因為我們香港的立法會 並不是用人身攻擊 冒犯性的語言 去以正的 在現時香港社會 這麼撕裂的情況下 我們本來期望 特別是不同黨派的議員 他應該協助 應該是講出那個道理 不過我想我們是很難期望 在議事廳那裡 是聽到客觀理性的辯論 當他們只是集中人身攻擊的時候 他們就是樂於不平 其實這個只是令 講這些話的議員 是醜態發出 我在這裡表示雲含 因為講過的議員 他又不認自己講過那句話 後來錄影帶證明 講過了 被主席趕出去 他又在這裡又講幾次 我們是保留追究的權利 不過跟這些人去爭議 其實已經是浪費我們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回剛才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明明有講過都可以說沒有講過 這些就是我們看到那些議員的表現 我希望大眾和我們一起去確保 我們立法會是回復一個文明議政的方式 我希望我們要提出這種異議 並不是說不讓他講不同的意見 只不過他用這些這樣的語言 是不符合立法會議事的標準 在這裡我對有關人士作出這種言論 不肯收回 又不承認自己講過 後來又站出來 又再講多次 這種這樣的行徑是表示為何 我想問一下怎樣追究 因為P&P都說議員在議事廳 是言論有免責權的 其實追究在哪方面呢 剛才你追著的國安坑說我是中國人 其實那個用意在哪裏 我看到他們對於我們 是我們自己是以我們愛國 我們有國家觀念 有國際視野去議政去論政 去向政府提出意見 用無實的方式去爭取 有關條例的修正 他完全是否定這種 漸進式的抗爭 他認為一定 不是漸進式的抗爭 而是漸進的方式 去爭取我們改善一些政府提出來的議案 他們認為可能是不可以用漸進式 他不用漸進式 他用激進的方式 其實我們都一樣 只要他不違法 我們是沒有反對他用什麼的方式 不過我自己認為對香港最好 就是漸進式的方法 這樣去處理一國兩制的問題 是最適合香港的 在現在香港 我是很擔心 我們一國兩制繼續去發展的時候 會不會失控呢 這些示威者現在的行徑會不會失控呢 其實大家都希望 比較成熟的政治人 能夠在這個時候 是真是回復理性的討論 不過我們似乎是沒有辦法這樣存放 我們只是見到他們繼續用人生攻擊的方式 我覺得我們是有國家的觀念 國家現在真是面對很多國際的壓力 當我們處理現時香港的爭議 我們是應該將國家現在的處境 和香港的處境考慮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考慮的 不過我自己認為 我們提出的意見 是符合一國兩制最佳的利益 因此我認為 我們任何在香港 異政和政是必須有一國兩制的觀念在裡面 千萬不要做一些事情 是會傷害了一國兩制 這就是我想和他們 一路只懂得用人生攻擊 去以正的議員說的說話 你昨天說 其實不反對撤回 有人就形容這個是一個急轉彎的轉態 但你剛才就說是一個漸進式的爭取 你是不是會怎樣看別人 對於取態轉變認為是轉態 我想你要聽清楚 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聽清楚我在訪問裡面 或者你回帶在那段說話 因為現在都很流行是碎片式的 我在這裡不會重複 因為昨天我在那個收音機節目 是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表示了我們的態度 我就不會在這裡再重複 但是這個絕對就不是報紙那些標題 這樣說的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 好像江筹主席這樣 揮一下帶線 然後將我昨天怎麼說呢 我都希望透過你們的台 將它原風不動原話說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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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